杨茜的伯伯阿姨早上好 现在呢 现在从冬天我们现在 已经到夏天了 所以夏天呢 我们现在今天呢 今天我来带大家做一个我们四川的小吃 凉粉 夏天我们一般喜欢吃一点这个 也有一点味道比较开胃的小吃 所以今天我就来带大家做一点这个 其实可能我知道很多人都会做 我们这个呢就是我们有点四川的特色 特别是在调料上 所以今天我就来带大家做 很简单 好我们第一个呢我们的原材料呢 就是一个就是这个淀粉 我现在用的呢是这个豌豆淀粉 在中国店在这里的中国店呢 都有豌豆淀粉有绿豆淀粉都可以 只要是淀粉就可以 那么它淀粉和水的这个比例呢 一般通常是在一比六 就是一份的淀粉六份的水 但是呢有时候就是不同的淀粉 或者是中国的或者是南的 那个韩国的稍微有一点水的差别 一般呢你就用一用你就知道了 现在我这个呢一般我会用到 一比六点五就是说六杯半的水 一杯的这个粉 所以我现在先来给大家先来凉啊 水 我现在先凉 这个这个是五杯 我现在把这个杯水 好我现在这里是五杯 我一共是六杯 所以因为我要用一杯呢 先把这个粉给露开 把它调开不要装在一起 好现在是这里是一杯的粉 好再来这里呢用一杯的水 我现在一共是六杯 我用这个六杯半 好半杯啊就可以了 多一点点 六杯半 好我现在这里是六五杯水 我先把它烧上 这个很快 然后呢我把这里的刚才放进来的粉 这个很快就开了啊 这个开了以后呢 我这个不要让它开了以后 你把水把那个火关小 然后再把这个粉的这个倒下去 好现在这个水呢已经开了啊 我就要把火关小 好因为不能太开的太厉害的时候 它就下去以后 它就再搅一下啊 好我现在就把它倒进去 倒的时候要慢一点啊 但是呢要不停的搅 因为它下去以后 它就开始要那个要凝固 它这个淀粉嘛 好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颜色呢就变了 就已经变成 刚才是白色 现在慢慢就会变成透明的 所以我们要不停的搅 我的火可以收小一点 因为它太大的 它跳得太厉害了 它要煮开 好了我先去关火了 然后再搅一会儿啊 再搅一下 再搅一下 我就把它倒出来 你也可以不用倒 就在这个锅里 等它凝固好了冷 完全冷透以后呢 就可以把它拿出来 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就是 你不能把这个凉粉 让它冷的时候放进冰箱 一定要在外面自然的那个温度下面冷 因为那样放进冰箱 它的那个口感不好 所以好了我现在可以了 我来拿个盒子 来把它倒在倒在里面 倒出来呢它有一个好处就是 你比较容易切的时候 拿出来是好切 因为它是方方正正的 你要怎么切都可以 好我就把它倒出来 看见没有 现在这个是完全透明的 我现在这个凉粉呢 这个就基本上做好了 以后我就放在这儿 让它自然的温度下面完全冷透 你就可以来拌了 好的 这个凉粉呢就做好了 已经完全冷却了 我们现在就把它切了 以后准备来拌 我先把它切开一下 这个大小呢 你根据你自己的喜欢 都没有问题 好我现在这个凉粉呢就切好了 大概呢就这样一片一片的 你可以切的再薄一点都可以 好我现在要准备拌了 好我现在就把它放到这个盘里 你这样拌的开一点啊 好还有一个呢要提醒一下大家 这个凉粉呢你是 吃多少拌多少 因为这个呢不能放到第二天 下一顿吃就不好吃了 它的口感就不好了 好我现在调料呢是这些 调料 醋 我们四川凉粉呢就是 醋一定少不了 酱油当然要 酱油当然要 还有就是这个 蒜 蒜的最好你把它剁的细一点 然后把它放一会儿 加一点盐在里面 这样的的话 蒜的味道更浓一些 好这是蒜 花椒 这是花椒 磨成粉 你先把花椒炒也可以 拿来烤也可以 烤了以后把它磨成粉 然后现在是酱油 酱油不需要那么多 因为我的那个蒜里面 有一点 加一点盐 所以不需要太多的酱油 然后醋 现在这个醋要稍微多一点 好 稍微放一点点的这个糖 它主要是起一个调味的作用 并不要吃到那个甜的味道 一点点就好 好 现在就是放这个 辣椒油 这个辣椒油呢 是我自己做的 所以看起来比较红 在中国店买的这个辣椒 辣椒粉 好 根据你自己的 吃的味道 比较辣呢 你可以多放一点 好 现在就要把它拌一拌 把它拌一拌 拌一拌 拌一拌 你可以尝一尝 你的那个味道 看什么东西不合适的话 可以再加一加 看起来比较红 因为我这个辣椒比较红 好 加一点点的 芝麻油可加可不加 好 好 好 你看看呢 好像我尝一个 看好像这个 好像这个 醋的味道很差一点 再加点醋 可以 这个拌的呢 一顿就把它吃完就可以了 好 现在我们凉粉呢 就拌好了 你也可以 放一点黄瓜 小黄瓜 给它切成 粗一点的丝 一起拌 这样的话呢 也可以 有点脆脆的感觉 好 这个凉粉呢 就做好了 希望大家也可以 在家做一点凉粉 等夏天都吃起来比较爽口 好 谢谢大家